Hi 大家好 我是Wesley 這邊我要介紹 如何將我們家裡的這種喇叭門鎖呢 那我們可以把它拆解下來 那針對裡面的 零件做上游 的動作 那因為我現在 這個門鎖呢 之前會有個狀況就是它會一直卡住 OK如果我轉 一下或是回轉它都會卡住 那因為 這個的話呢 我今天有稍微研究一下 那 如何把這個喇叭鎖拆解下來 那我這邊就順便把它 重新 還原一下 剛才拆解的動作 然後順便也做個紀錄 那如果 有需要的朋友呢 也許 也可以 透過這個影片呢 來了解 怎麼更換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喇叭鎖的形式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這種木門的喇叭鎖其實相當的常見 好那首先可以看到 我第一次 拆解的時候呢 其實我是針對 因為 目前看到的這兩個螺絲 那我想說把這個拆下來然後噴油 但是我後來發現了這個 其實這個鎖呢 它本身裡面 其實它是 那個 簽柱裡面的這個 裡面有個極件 所以 單從這兩顆螺絲 卸下來之後 其實這個是拔不起來的 所以我們 其實應該要先從 那因為它有分 外面跟裡面 的部分 那我現在這個是外面的 門把 可以看到 那外面門把的話基本上這也是 沒辦法 把這個 這個門把把它拿開來 那我們必須要從 內部門把 那先把 這一個圓的門把先拆解下來之後呢 然後 才能夠針對 這一個 這個鎖頭呢 直接去做它的 應該說它的卡榫的部分 OK 門卡榫的部分來做一個 上游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實際上大概什麼樣 操作 好首先 在門 這邊呢 有這一個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先把 這個 門把 先把它拆下來 那拆下來的方式呢 好 我們拿一下工具 首先我們先把這一個 這個部分呢 這裡先把它 摳下來 等一下 那我們可以發現 這個在取下來的時候呢 因為取不下來 為什麼 因為 你可以發現它裡面有個螺絲 然後因為它被卡在這個門把 那我們首先要先把這個頭拿下來 那你可以發現它這裡呢 會有一個圓圈圈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圓圈圈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類似 壓進去的卡榫 然後把這個門把卡住 所以我們大概呢 就需要拿一個 類似像這樣子一個 比較細的 尖 端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把它 轉到一個 地方把它插進去 然後你可以發現它好像有一個堂皇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 反正它會伸縮 所以當你插進去之後呢 我們這個門把 可以慢慢把它 你可以發現它就會被 輕易的拔出來 那我還在 好 再插一下 好 OK你可以發現我已經把 這個門把取下來了 那取下來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 把這一個 剛才的這一個 套環 把它拿下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好 好我們來喬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有螺絲固定住 所以我們上下這個螺絲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 解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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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一樣有一個 所以我們就 一樣一樣畫葫蘆 下面這裡一樣 然後我們可以一邊把這個鐵片往前拉 幫助這個螺絲 讓它的牙把它推出來 OK 好拿出來之後你可以發現 這上下 各有一個螺絲 然後這是螺絲 然後我們的門把 好可以 看一下 好 那它就會呈現 這樣子的一個 方式 好那 接下來呢 我們 來把這個 門栓 你這邊的話 其實就可以針對它上游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拿那個 這個 看你要用 就是用WD40呢 WD40或者是什麼 就直接 可以噴進去 針對它 這個做潤滑動作 那這樣的話 這裡呢 就不會一直卡住 然後 我們來介紹一下 如果你這個要取出來的情況下 你必須 這個要先拿出來 可以發現 好我把它推出來 剛才其實就是 把它推出來的動作 然後推出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一下 這裡的 它的構造呢 它是透過 你可以看 它這邊是 OK 在轉的時候 它會把它壓進去 會拉進去 那我們其實 這一個呢 其實就是扣住它的這個 然後 當它拉的時候 它會把它拉進去 好可以看一下 這是 門拔的 它的那個 門的那個 扣筍的部分 OK 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 一轉的時候 它會把它拉進去 然後這個就被拉進去 所以呢 我第一次的時候 我不知道 其實我是硬拆這個 OK然後導致想說 但拆了之後發現 這其實從我們進去 後來才發現 其實還是要從這個 後面這個把它拔出來 OK 那我們 把另外一邊 解下一個 看一下 好剛好有兩個螺絲 所以 應該要先拔掉那個 那個頭 拔手之後才能夠拔這個 那如果你第一次先拔這個 基本上是拔不起來的 也可以啦 我是硬拔 整個把它拆壞掉 你可以發現它已經有點 那個 來看一下 好這就是它的這個 鎖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它其實是夾住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門鎖 它在裡面的話 其實是這樣子 它是透過這個 然後 兩邊其實是卡住 好所以它拉的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 鎖在 弄的時候 轉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拉進去 好那它的原理大概是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 好那 我們上游就是針對這顆頭 這一些部分上游之後呢 那這邊就比較不會卡住了 好那 可以看一下 這是它基本的原理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最後我們直接把它裝上去好了 好 那首先呢 是這個 然後頭的部分記得 這個是朝外面 這個鞋坡是朝外面 因為等一下這樣子會卡進去的時候 然後呢 才可以 那我們這裡的話呢 先把這個放進去 好要先放這一個 然後最後呢 我們再把 這個 這個的部分呢 朝裡面 從外朝裡面這樣子 塞進來 可以看到我必須要讓這個卡住呢 可以卡到 所以你可以稍微推一下 那卡到這個 卡到之後呢 這樣它才可以 可以看到 當我在轉的時候 還把它拉進去 好然後 裝完了之後 然後我們必須 稍微把它 後面按一下 讓這個 盡量靠近這 外面 然後接下來就把 擋板裝上去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螺絲 OK 螺絲孔 看到對 然後後面可以繼續稍微推一下 那先用手稍微固定 把牙先鎖起來 然後下面還有 一顆 那在這個步驟盡量把這個 往前拉 讓它那個 靠前面一點 這樣它才 抓得住 好 之後用那個 工具 把它鎖撈 那在鎖的時候記得喔 這個往前拉 把那個鎖盡量靠 我們這邊 對齊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可以發現喔 正常 當我們轉的時候呢 然後這個鎖起來的時候 所以沒辦法動 我們必須要從這邊 轉 這樣才可以 好 接下來我們把 這個把手部分都裝回去 好 然後最後這個 把手 那我們就針對這邊的部分呢 就是 對於這個洞 咬合 然後塞進去 好 不好意思是這個齁 這一個要對這個洞才對 這個 開口的部分 就這樣 好 塞進去了 這時候它就可以正常的 好 可以發現喔 現在就不會卡住了 本來是會卡住了 那因為上油之後呢 這樣就可以 那個 靈活 那我們這兩個 開兩個螺絲 還沒有鎖 好 好 OK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这一次门把 整个这种喇叭门把的拆解 那我们就当做一个记录 这样子 现在就可以正常一点的 关门 然后开门 那也不会卡住了 OK 好那 这边就示范 怎么样针对这个一般木门的喇叭门锁 然后我们做拆解 然后可以做上游的维护保养 好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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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